鱼鱼鞋挺直一點 不然會擠不進去 上寬下著 雙人旁觸到細 觸到細 撇長 縄高 左邊可以佔稍微大一點點空間 大概超過一半 一點點 所以還是不能太多 因為太多的話旁邊擠不進來 四的話一般的寫法是 第一橫是短的 然後第二橫從外面這樣伸進去 然後下面就寫孔 一般這樣寫會比較好看 所以第一橫不要寫長 這個偏旁就寫小一點喔 筆畫很少 跟旁邊那個麥姿啊 筆起來筆畫好少 筆畫少通常都寫得特別小 沒有辦法 空間比例的原則就是如此 好像這個字 筆畫這麼多 給它多一點的空間 這一定是撇低那高 然後撇低 中間兩個 一個短的 一個往上一個往下 四 四 它寫過一個很可愛的 很緊的一個字 拿來用 好 點點 就只能壓在這邊喔 常常我們寫 古代字比較好寫 現在字筆畫比較多 古代字少了不少筆畫 這個當然是寫扁 然後下面再寫個竿 六有包覆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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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雞有些有古代寫法 現在的寫法真的有時候 對我們書法家來講 會覺得有點難寫啊 古代寫法又減省又方便 上面可以寫三個右 可以寫三個十啊 古代你都喜歡寫三個十啊 因為三個十確實比較好排 三個右覺得比較緊 還是可以排 只是說 似乎比較困難一點 古代的寫跟現在的寫也不太一樣 不是在這邊 沒有資格 四横再加一束 這裡有連續好幾個新布 原則上就是稍微寫一點布一樣 上寬下窄 上寬下窄 撇直、納翹 這裡就是兩個稍微有點靠近一點 不用寫的太寬喔 因為空間有限 倒是這一個 在柳公泉裡面都會特別長 你看柳公泉自己的簽名 那個泉子啊 也就是這樣嚇死人了 拉得好長 感覺還不夠 感覺還可以再拉長一點 古代的孔跟現在的孔也不一樣 古代的孔很好寫啊 就一個孔而已 現在孔要歪來歪去的那很難寫 很容易寫得難看 可以拉長一點喔 可以拉長是有原因的啦 因為這個黃啊 旁邊只有一個橫劃 最後是橫劃 橫劃不用壓到最低啊 橫劃如果壓到最低 字就平正 所有這個束花低一點 橫劃高一點 片 這裡連續兩個齁 我就會想辦法寫不一樣 可能一個翹一個不翹 這樣兩個就長得不一樣就好 這有人會有一個點就好 你用習慣是兩個點 所以有些人這裡不好點會點到下面 不過龍捲不會點下面 龍捲應該還是會點上面 那有沒有這個點好像有人就不點了 這次不勾起來了 剛才有勾現在就不見得要勾 因為相同的字啊 碰在一起啊 你就要稍微有點變化 不要讓人覺得說 反正寫字永遠長得都一樣 好看 高度啊 粗細啊 他嘗試 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萬一 那我還是要不見的 有呢 舐 我一直都不會今天 去不見的 大家不要覺得 很討好 就不見了 待會 然後跟著我 他的門有時候像是有時候背是 其實看起來就兩種方法在寫 以前的簡啊 日跟月啊 其實不分的 寫日跟寫月啊都對的 日月不分啊 古代很多字啊跟現代字啊 真的不一樣 如果你真的搞不清楚記不起來 你就寫現代字就好了 不用說一定要寫成跟古代一模一樣 寫得好看就好 你管他古代字啊現代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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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草 綠有包覆之狀 他 他的撇都斬釘截鐵啊 打 打也是古代也是草竹不分啊 明被圖打 明明就是土 古代還是很多人把寫這張炒 那這不算錯喔 那個時代就是它這樣子 跟那個日月明木月明一樣啊 寫法就是不一樣 但是是同一個字 拉開收緊 切柄 拉開折往內縮 拉開 細的 緊直 緊直 拉開 收緊 好 延字旁一定左長右短 這兩根靠得比較近 一定是上寬下窄的口 有時候就說真的是套公式 因為每一個人寫字有個習慣 習慣久了就是公式 這產生特色 這個 當作偏旁是可以寫斜一點 但右邊就是儲和焊介 不要伸太過去 旁邊這個字啊它寫不長 寫不長就寫小一點 不用刻意的去把它拉到左右平均 在手上寬 下窄 收緊 收緊 上寬 下窄 收緊 不勾 微俏 往內縮 點 往外張 點 往外拿 預 預的點話就很多了 點點點 點點點 做一點變化 長長短短粗粗細細 長短粗細是沒有辦法的 一定要隨時保持著 就跟唱歌一樣大小聲嘛 總是隨時都有大聲小聲 節奏上會有快有慢 中功收緊 左邊放鬆 右邊縮短 挺勁的平 斜度高 有弧度 往上 點 拉長 熱 左邊略長 撇直一點 斜彎一點 然後下面會有 烈火點 烈火點從裡面往外張 中間兩個比較 短一點 最外這個又要大一點 古代的院跟新代的院都不一樣 古代的院大家都寫成這樣 別的一頁可以稍微低一點 因為它筆畫比較少 左右讓它寫得有點不一樣 因為 這兩個長得太像了 所以你要一定要想辦法 讓它看起來又有點不一樣 不要因為像就想說 啊 隨便 然後 我還是把它寫上水部啊 點高 這一定是可以拉長 啊 這裡要寫金啊 或是寫 口啊 都算對 在古代都是寫成金 這個筆畫多的 記得要寫窄一點 因為不夠窄 你待會就吃苦頭了 連這個都要窄 這個地方都要窄 這個地方都要窄 然後這個才可以伸出去 這筆畫不是說通通都要寫窄 它還是有伸出去的筆畫 然後這裡呢 這裡要開始注意了 因為這個筆畫真的很多 有起横畫 空間的分配要做好 空間的分配 然後稍微稍微有點靠向中間 因為中間是中宮 可以伸再往裡面縮掌 它的名字其實寫的都還蠻高的 連續兩個麻齁 一般來講 這是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如果一樣的話 就會有一點點所謂的雷同 寫書法很怕像電腦 電腦每一個字長的都一樣 不管出現幾次它都會長一樣 書法就是不能一樣 因為王羲之有交代 它在藍廳序裡面就說了 我的二十三個字 每一個都不一樣 以後代的子孫 你就照著我的方法去做 所以我們學書法的好累啊 變來變去變來變去 祖師也有交代 這裡的牛部又出現好多次了 所以你也要想辦法寫不一樣 上課按下載 下課按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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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斜度弧度 舟細長短 在寫的過程中都要不斷地變化 這邊的麻出現了太多次了 出現很多次就是每次都要不一樣 所以如果發現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你就要絞盡腦汁 我常講說書法就是這樣 沒像西方人,西方人都是幾何圖形 大家都一直重複就好了 左邊的竹可以寫高一點 因為筆畫少啦,相對於右邊那一個部分 筆畫真的少很多 這下面不用凸太長 凸太長的話下面就沒地方可以寫 那羽字部單獨寫會有勾 如果跟人家組合通常都簡簡單單的話 也沒有什麼勾起來的問題 上面寫的井是因為這一段要讓它伸長 因為柳公泉的這一段其實蠻長的 柳公泉的肘子旁啊 基本上是用形書的味道來寫 那口呢,一定是上寬下寸 又是這個馬步 馬步就是努力的讓它長的不一樣 為什麼叫長的不一樣呢 很簡單,其實大自然的事物啊 其實就是都不一樣 你看人長的都一樣 指紋就沒有一個人一樣 所以我們要講施法自然 什麼叫自然 自然其實就是有點不一樣 它每次經過時間以後 它就會改變 在寫的時候就是相同的結構 要有不同的變化 讓人家知道說你有新的想法 而不是一直重複 不過變化對於初學者在講 確實比較困難 所以你必須要從字體裡面去學習 學習這些偉大的書法家 它如何做到變化 你沒辦法憑空創造 很多人講說那我不要學古代這種 大家都在一直學一直學都沒有什麼創新 你要創新你創不出來的 因為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 因為這種文字啊 它還是有點具象 它有些限制 它限制非常嚴格 你不能寫錯字啊 所以你要在有限的條件裡面做變化 其實很困難 所以如果一個人說 啊我不想臨鐵 我就只想自己去創作 基本上在騙人 那不可能 沒有這種天眾陰材的事情 別的藝術很難講 因為你只不過畫畫就有素人畫家 書法沒辦法 書法因為它有文字上的問題 畫畫沒有文字上的問題 畫畫是一種視覺的傳達 看得懂就好 圍圍的有點包覆姿勢 但是寫的窄 這邊可以生長 那字就有點 深深縮縮了 右斜鉤啊 它這裡就可以寫的特別的 斜啊 斜不是問題 因為右斜鉤 它就可以適當的把字給壓回來 倒是三點水 看到古代祭司的器皿上有食物 所以看到流口水了 叫倒 其實倒 當時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倒流口水而已 還沒到去強盜殺人犯法 還沒到那個地步 本意不是如此 後來就變成江陽大盜 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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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 長長 可以生長 下面當然要縮窄 縮窄 右邊的樹溝 比較長 它點在這個位置上 下筆不離頂 那個撇常常是先點再撇 所以它的骨感特別明顯 那貨的話下面不要剩太長 因為它還有一個 在新書裡面貨可以直接這樣撇 這樣點就結束了 那鎧書的話 也可以這樣啊 但是通常都會在分段 那現在的貨下面是個右 跟古代也不太一樣 當偏旁啊 斜度可以斜一點 沒有關係 它的撇一下都做得很傾勁 那做得很翹 古代的王跟現在的王也不一樣 古代的王 下面伸長 現在的王也上面伸長 兩個不太一樣 拿到了 我喜歡 拿到任何 這才從來 找到 還沒 怎麼